天气热了,想吃清淡点的东西 今天给大家分享怎么做绿豆凉粉 这是超市买的普通绿豆 如果你能买到毛绿豆也可以 毛绿豆出粉率更高一些 用凉杯凉250克 泡水,普通的凉水就可以 绿豆在泡发的过程中会发胀 所以我们多放一些水 做绿豆凉粉,最少要泡4-5个小时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泡一个晚上,明天使用 绿豆泡了一个晚上 已经发胀了 下面开始打磨绿豆 准备一个料理机 我的料理机比较小 这些豆子大约要分三次 才能把它打磨完毕 加水 到三分之二杯的位置就可以了 把它打得尽量碎一点 把刚刚打磨好的绿豆倒到盆里 250克的绿豆 加上水 打出两升的绿豆浆 绿豆打得碎一点 出姜率更高一些 我们现在把它倒到一个大盆里 先放一个过滤用的砂网 盖上砂网 盖上砂网 把我们刚才打的绿豆浆 倒进去 准备一根绳子 把纱布提起来 把纱布提起来 我们下面就可以开始洗面了 就像你平时揉面 洗衣服一样 不停地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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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旁边备用 放到旁边备用 把纱布放回来添水 继续搂洗 继续搂洗 晨晨下来洗面了 洗面是晨晨最喜欢做的事情 翻个椅子过来 好的 你看妈妈怎么洗 你跟着妈妈学好吗 OK 对 把袖子挽起来 一个手拽着这个 别让里边的豆子露出来 然后右手就在面里不挑 这样反复地揉 OK 好了 你来吧 就是这样反复地洗 像揉面一样 把绿豆里的淀粉都洗出来 我好喜欢洗面哦 等它洗得有了摩擦力 发紧的时候 就说明洗好了 晨晨加油 好的 晨晨你辛苦了 不客气 You're welcome 这就是我们刚刚做好的绿豆浆 把上面的白色的浮沫去掉 晨晨做吧 晨晨最会干这种活儿 好的 好像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做好的绿豆浆 然后呢 我们就盖上盖子 然后等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给大家看一下 沙布里的绿豆 沙布里的绿豆变成了这种绿豆渣 可以用它烙饼吃 这是已经沉淀了三个小时的绿豆浆 我们来看一下 把绿豆水倒出来 盆底沉淀的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的绿豆淀粉 把它装到小碗里 把绿豆淀粉倒到厚底锅里 把绿豆淀粉和水搅拌均匀 大火煮开 选择厚底锅 因为厚底锅不容易糊底 煮的时候 一直不停地顺时针方向搅拌 冒泡以后继续搅拌 煮好后关火 像这种焦汁的样子 像果冻一样 非常的浓稠 煮好的绿豆凉粉净吃一碗 这是我们昨天做的绿豆凉粉 隔了一个晚上 它已经定型了 我们把它取出来 经营剔透非常的成功 现在开始做造型 做一个花的 纯粹最喜欢的 蝴蝶也来一个 切黄瓜做配菜 切黄瓜做配菜 把刚才切的黄瓜片摆盘一下 天上再放一只小鸟 小鸭子 对 摆好就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再来摆另外一盘 小鸯鸯 我们把剩下的这些 切成小片 煮几个鸡蛋做配菜 接点冰水 接点冰水 刚煮熟的鸡蛋 刚煮熟的鸡蛋用这种方法 很容易就把皮剥下来了 放到盘子里 放到盘子里 第二次 放入盘子里 放入盘子里 把我们刚才切的 一豆粉 放上去 把酱油撒上去 加点辣的红油 晨晨吃凉粉了 好美味的凉粉 我吃个小鸭蛋 我吃个小鸭子吧 好厚的鸭子 好吃 这是我们今天做的绿豆凉粉 你学会了吗 这些绿豆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